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个假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项器官都会有所衰退 老年人不需要过度的睡眠来恢复精力 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天六个小时的睡眠就足够了 睡的时间越多,反而会让人感觉劳累 而且上了年纪以后,新陈代谢会变得比较缓慢 能量需求不像年轻人那样旺盛 睡六个小时左右,精力就会得到补充 如果老年人睡眠时间非常久 每天都要睡很久的时间,甚至能超过十几个小时 这个时候就说明出现异常情况了 需要带老年人去医院检查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 那么,老年人如何提高自己的睡眠质量呢? 一,不要想太多 老年人可以多参加一些集体的活动 比如说一起跳黄昌谷,一起爬爬山 这样和很多人待在一起会不那么无聊 心理问题也会得以解决 晚上睡得也会更好 二,养成规律的生物中要安排好自己的作息时间 尽量早睡早起 这样规律的作息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基础 每天晚上在十一点之前入睡 第二天早上五六点起床 起床继续适当的晨练,使你会更加的强健 三,吃完晚饭去散步 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啊 休息半个多小时就得出去转转 这样不仅能够促进消化 而且消耗多余的体力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睡得更香了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得着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或到下方评论去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